大家好,我是多利,欢迎来到Metc学院 好,我们来继续学习ZB这样大型项目 从本章开始,我们开始学习ZB的技术眼底 先来看看ZB的这个网络结构 前面我们提到过,ZB技术构建的是一个 低传输,低数据传输手里的这样的无线网络 网络的每个成员成的设备 这些设备按照功能的不同 可分为协调期节点,录影节点和中单节点 那么这些节点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一般来说,ZB的协调期可以从这个名词 就是本身我们就能看出来 它是整个网络的中心 它的作用包括建立,维持和管理整个网络 其中就包括分配网络的这个地址等等这样一些事情 ZB的路由器呢 它的作用和我们普通的这样路由器有点很相似 负责,它主要是负责路由的发现,消息的传递 引起其他点通过它能接得到这个网络当中 还有一个就是ZB的中单节点 其实这个也蛮好理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手机称为这样的中单机 就是我们经常在做这种手机这种设备开发的时候 就会低到这样一些,比如说把这个就是称到这种中单 就是说它处于整个网,移动网络的中单位置 再配到我们的ZB的这个节点 它是通过ZB的席调器或者是ZB的路由器 接得到的网络中 它主要负责是这种数据的采集或者是控制 但是有一点它是做不到的 就是其他的节点试图通过它揭露到这个网络当中 这是不可能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ZB的网络的体系的构成 如果大家复习过上一节课的内容 这块即使在上一节课是讲过的 我们之前说它分为四层 并且还画过这个图来说明 它们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和这个是由谁定义了这样的 就是他们定义了这个协议层 下面我们重点来讲一下 讲一下ZB的网络的这样的TOP的结构 为什么说重点的讲呢 因为将来我们在工程事件或者这种开发的过程 开发这种ZB的技术的时候 我们就会遇到这种非常多的这样的设备 或者节点如果并明白ZB的网络的结构 遇到问题可能就会不知道怎么下手 甚至可能就是就会手忙脚乱 如果调试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调试和解决问题 如果在工程事件中我们先画出这个网络的这个TOP图 趁着这个TOP图我们去查找问题 可能很多问题就会比较好解决一点 这会的网络包括三种TOP结构 包括这个新型结构 还有这个网上结构 还有树上的结构 我这里把这个就成紫色的颜点呢 就表示这个吸掉器 还有这个红就是这个黄色的节点 就代表这个路由器 这种绿色的节点就代表这个中端的塑笔 塑本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心脏型这样的结构 在这样的结构中呢 所有的这个中端设备只有和洗料器进行这样的通信 在这个塑造的网络中呢 在这里是有一个洗料器和多个心脏结构连接而成 设备能以自己的负接点或者止接点进行这样的相互的通信 其他的通信只能通过网络中的塑形路由来完成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造型的这个结构 实际上它是在塑形的这个网络的基础上实现的 不一样的就是它引起网络中所有的旧路由功能的这样的节点之间 可以进行相互的通信 通过路由器中的路由匾 实现这种路由的插写这样一些功能 下面我们讲一下这几种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形成过程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新造型的这个网络 在这种网络中呢 洗料器是作为发起的设备 洗料器一旦被激活了 它就会建立一个自己网络 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这样的一个自主性 自主性网络 并作为PAN洗料器 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点不太明白 这个PAN是什么呀 PAN是Personal Network的缩写 翻译成中文就叫做个异网 这样建立起来的一个网络 就是一个一个个的这样的个异网 即PAN网络 路由设备和中端设备可以选择PAN的标识符 加了到这个网络当中 注意不同的PAN标识符的 新造的网络中的设备之间 是不能进行通信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树型的树长型的这样的网络 在这种网络中也是有协调器发起这个发起网络 路由器和中端设备会加了到这个网络当中 设备加了网后 有协调器给它分配16位的这样的短地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种网障型的这样的结构 在这种网络中 每个设备都可以以无线通信范围的其他任何的设备进行通信 一般是有用户通过软件来定习这个协调器 这种协调器并建立这样的网络 路由器和中端设备然后再加了到这个网络当中 然后协调器的功能和网络中的路由器功能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在这样的网络中的设备之间就可以进行相互的通讯 下面我们来讲讲这个笔的协议的这个架构 这是一个这笔的协议的架构的图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有一些印象 前面我们提到过这笔的协议可分为四层 一个是物理 就是这下面是物理层 麦克层还有这种网络层 应用层 在这个图中协议协议协议层的 在这个图中协议站的层一层之间是通过服务 接触点也就是我们图中看到的的一些什么什么的这种 SAP的这样一些东西就是进行通信的 SAP是某一特定层提供的服务与上层之间的这样的接口 大多数层的经费有都会有两个接口 一个是数据 数据服务接口 还有一个是管理服务接口 那么数据服务接口呢 就是向上一层提供 所惜的普通的这样一些数据的服务 而管理服务的接口呢 只是向上一层提供一些例目的 比如说穿梭啊 配置啊 管理啊 这样一些数据的服务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 这个物理层和麦克层 物理层和麦克层呢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它是就是由IE802.1.5.4 那么这个工作组去定义的 以后面的话我们还会专门讲到讲到它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络层 那么网络层呢 它就是起到一个层上起下的这么一个作用 它下面连接的 比如说是麦克层上面连接到是应用层 那么它首先要保证 下面的麦克层能够正结工作 那么向上呢 它要为应用层提供这种合适的这样的服务的接口 前面我们也提到过 这里也是有数据服务结构和这个网络服务结构 其实前面我们也说过 这两个服务结构的这个作用 那么建议这一层的这种重要性 我们就来就来详细的细化一下它们的作用 现在看一下数据服务结构 它是为应用自制制成的数据添加 STOP的这样的习译头 以便网络习译数据单眼 另外一个是根据数据路由TOP的结构 把网络数据发送到通信链路上的目的地址的设备 或者通信链路的下一条的地址 再来看一下管理服务结构 那么它提供的服务包括配置新设备 创建新的网络 就是设备请求加入或者离开这个网络 这样一些功能 那么再一个就是引起ZigMu卸掉器或者路由器 请求设备离开网络 行止 还有一些路由发现这样的一些功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应用证 从这个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主要包三个部分 什么支持纸层啊 这个比如设备地乡啊 还有厂商定义的这样的应用对象 那么应用支持 支持纸层呢 主要是给网络层和应用层提供这样一些接口 有数据服务结构和网络服务结构 那么重点强调一下这个管理服务的接口 它提供的设备发现和绑定的服务 并且在绑定的设备之间传递一些信息 而这个比较设备的设备地上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主要定义设备在网络中的角色 可以是洗掉器 也可以是路由器 或者是也可以是中单的设备 发迹和响应 绑定的请求 在网络设备间建立这样的安全的这样一些机制 另外一个就是负责发现网络中的设备 并向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些应用的服务 那么还剩下剩下个厂商定义的定义的应用对象 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些必要的这样一些函数 为网络层提供合适服务的接口 还有点就要强调的是 应用程可以在这一层定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对象